花蓮市公所19号上午在国府里举办萨固尔部落文化聚会所上粮典礼 全城与原民仪式进行 而市长魏家燕与贵宾们在钢梁上签下大名 预计今年11月就会完工了 花蓮市公所19号上午在国府里举办萨固尔部落文化聚会所上粮典礼 在头目徐从的带领下 花蓮市长魏家燕及多位贵宾共同以原住民祈福仪式感谢祖林 贵宾们依序在钢梁上签下大名后 再以吊车机具将钢梁吊到梁柱位置 仪式简单隆重 而萨固尔也是花蓮市第五座部落文化聚会所 预计在今年11月就会完工 这个协商我们真是困难充容了 这个从空军还有水保局还有农屋局 这个土地变更的这个土地的那个工作实在是很繁杂 所以我们整整等了12年 终于等到了今天盖好了善良了 表示这座的聚会所已经快完成了 所以我们部落里面的所有的那个长老啦 我们年轻人部落的所有的人啦 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其实在我们战机起落这样的这部分 确实会不会影响到 当时候他们在土地做一个排解的时候 确实谈了很久 那也会勘了很多次 那终究还是将土地取得到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在新建完成 可以让主任有一个安全 然后可以传承文化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的文化可以代代的传承 那我们也希望说今天善良 那除了圆满 那我们希望刚刚也跟我们委员 跟我们所有长官报告 未来还有部落聚会所要新建 也要拜托各级长官的经费的挹注 还有我们土地的一些 排解的一些困难 撒故尔部落文化聚会所 坐落国福利萨奇莱雅集市广场 占地140.42平 总工程经费为2425万8218元 内政部华东基金补助1350万元 华东市公所自筹1075万8218元 在去年10月11日开工 预定进度为54.89% 目前进度为55.52% 进度稍微超前 而市长维加燕也感谢各界支持 将会持续朝一部落一聚会所的目标迈进 记者徐立芹 华东市报导